是逢中秋廉假共機卻還是甜甜來報到 其中9月8號大陸最大無人機TB洞洞腰 被國軍偵測到穿越海峽中線 隔一天9月9號有12架次的共機擾台 又偵測到另外一架BZK洞洞無人機 侵擾台灣西南空域 TB洞洞腰無人機因為外型特殊被稱為雙尾蟹 是大陸最大型的軍用無人機 因為續航時間長達35小時 還可掛載250公斤的航空炸彈 被稱作查打一體 至於BZK洞洞5偵測型無人機 被稱為全球因續航時間高達40小時 負責執行偵測任務和蒐集情報 小型無人機到外島 大型無人機到台灣 可能會到台灣的正上空 有必要可能要實施射擊 兩岸情勢嚴峻 卻聽到前連電董事長曹新成 先是宣布要投入11元訓練30萬平民射手 打中共民用無人機 後又要求所有縣市長參選人要喊抗中保台 柯文哲炮轟他最痛恨這種 用意識形態包裝口號治國 你認為喊一聲口號 牽一張紙 就可以解決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嗎 口號治國啦 這種意識形態治國 這是我最討厭 柯文哲強調 今天俄烏戰爭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歧視 就是說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要真的去準備 若政府繼續操作意識形態口號治國 當台灣面臨空前危機 恐怕一點幫助都沒有 記者黃明君時光好 SNG小組台北新竹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才要開啟小鈴鐺喔